为了服务偏远地区的居民过去地震巡回行动车 定期定点巡回社区服务 而今天上午淡水地震事务所是来到了新人里活动中心 地震事务所就表示因为今年这附近有四个里都进行了土地重测 地号有所变动地主需要更换权状 也透过这一次下乡服务帮民众办理 为了服务偏远地区的居民 节省民众洽工的往返时间 新北市民政局启动地震巡回行动车车服务 走入偏远地区定期定点开始社区巡回宫庙据点 而今天上午淡水地震事务所更来到了新人里活动中心 地所表示由于今年这附近有四个里都进行的土地重新测量 因此地号有所变动地主需要来更换权状 也借由这一次的下乡服务来帮民众办理 是就是我们今年淡水地震事务所 在我们的新人里 闲校里 中山里跟藩属里 有进行地主同测 我们就在里长这边都有放置我们的预约换装的申请单 那我们今天就来到新人里的那个里民活动中心 然后来进行现场预约换装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那我们之后呢1月之后还有在我们的藩属里 中山里还有闲校里 那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里长的办公室去填写预约单 那像填写好运约单之后我们1月的时候会到那个 也是一样会到里民的那个活动中心 然后再直接提供我们那个里民换装的一个服务 淡水地震事务所表示 今年在新人里 闲校里 中山里以及藩属里 有进行地基图重测 因此许多地主必须要更换土地权壮 而今天特别来到了新人里服务 里长也说新人里要到地震事务所比较远 能够来为民服务 也让长者可以更方便 不用再多跑一趟 地震专车服务 来夏乡来我们这家服务 到来我们这家乡亲里民的方便 因为最近我们副军这些土地都有重测 重测需要有所有的权壮 来这家服务 带来给我们的乡亲很大的方便 地震事务所表 是其实过去的巡回服务项目 包括地价 地级 资讯 测量与登记业务 咨询还有相关资料申请等等 而这一次刚好遇上了地级图重测 民众有需求特别来到新人里服务 而未来也会到其他的中山里 闲校里等等 地震事务所会先将预约 换权状的申请单 放在里长这边 民众可以事先申请 等待下乡服务时 就可以直接更换 省时又方便 记者许端一 电视察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